网红七宝妈日前开直播时回应网友关于资源班的问题 竟和儿子一搭一唱说儿子不是读资源班 不但开怀大笑 还完全没有阻止儿子讲出充满歧视的言论 什么资源班啊 太扯了 这样的离谱态度也让不少名人在脸书炮轰 觉得是最差的深叫言叫 是要灌输孩子什么样的观念 网络上效应也持续发酵 虽然七宝妈也立刻道歉 但陆续有厂商表明不再合作 连知名出版商康轩也在今天一早发声明 宣布停止合作 目前至少已经大约有9家业者 不愿再跟其宝妈配合 统整其宝妈争议 除了这次歧视资源班 先前还曾经疑似推销医疗用品被调查 同时还生死保育雷三枪 不过这一次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 歧视资源班学生显然引起了公愤